出动直升机底下一片烟雾弥漫赶紧投水灌旧 地面上也有消防人员部水线高雄内门山林火警 延烧至今已经第五天了 12号下午第一起火点就位于八军团田丹营区弹药库附近600公尺处 一度引发紧张 而火势灭了之后又复燃 随着风向往东吹 已经跳燃到山林区 岐山区 延烧面积大约两百八十四公顷 有里长就表示附近收到波及可能有四五十户 几天下来消防局派遣一百六十六车四百二十九人 意销一百五十六人 领务局一百九十人以及军方两百七十八人 还出动陆航 CH47 SD型直升机 还有空勤直升机总共出勤五架次 投水五十三烫次 一共两百公顿 而高雄市政府十六号上午成立紧急应变中心 由市府消防局农业局警察局环保局民政局等单位进驻 而市长陈其漫也责承消防局和民政局必要时刻要撤离居民 无限 无限 要撤离 消防局你就会心疼 心疼低 等于有状况你才知道 各单位绷紧神经持续灭火也希望把災害降到最低 华视新闻参谋局许文南高雄报道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